大家好我是天狼 我们中午月季花 夏天高温季节会有这样的现象 新长出来的这条叶片 叶片的光泽消失 叶片的颜色 叶片像褐色或者是黄色的转化 然后叶片扭曲变形 像剂麻糊糊的一样 但是实际上又没有剂麻 然后叶片变厚变脆 一捏可能嘎嘣会裂开 那么这种现象它是分品种的 可能是偶尔有几个品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是所有的都会 那这是什么导致呢 这个就是高温它不适应导致的变化 当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啥也不用管 就正常养护 修剪也停下来 等到我们外界温度最高温度低于35度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8月以后历秋了 咔咔咔正常剪 剪完了再长出来了就不正常了 如果是说我们在生长过程当 发现这个叶子扭曲发黄我们就剪 这样你剪才长出来的 是越来越不正常 严重的会把我们整个植株的生长势 变得很衰弱 最后来挪不好这颗鸟就挂掉了 那么希望大家在养育结化的过程当中 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怎么应对 我是天狼 感谢观看 下次再来说一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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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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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